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就要持續來掌握了 現在韓國瑜已經對民眾黨釋出了善意 他在臉書的文章特別寫下了 說這些日子聽到很多 對於國會改革的一些建議 都非常有道理 比如說上市建立國會的聽證 主張國會的調查權 強化人事同意權 還有強化利益迴避很重要 另外是公布經費的使用去向 有的人也提到了 政府院長選舉記名投票等等 有些主張一些法案 其實前幾屆的立法院都曾經提出 很可惜沒有被重視 也沒有被落實 而每一位委員所提出的改革意見 都很重要 新國會新民意必須要展開 強烈的強大的制衡力量 才有機會有效的監督執政黨 有改革才會有進步 因此鼓勵也樂見委員們踴躍提案 都樂於支持跟共同來 共同修法 共同合作修法 那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這個郭正亮怎麼說了 郭正亮目前說 其實民眾黨內部的聲音很雜 傳出了一種奇怪的聲音 且這聲音是建議說 不如院長直接投游錫坤 副院長投江啟臣 他說因為他聽到 民進黨正在嚴肅的考慮 要拉攏民眾黨的人來入閣 那民進黨過去呢 大綠吃小綠是一個傳統嘛 認為說其實現在民眾黨綠票比藍票多 讓年輕人回流 現在也是綠營開始想要有的一些基本動作 他們有這樣子的想法囉 那我們就要來看到 這個民眾黨發言人陳志涵說 這個放話若隔魁任命 未經多數同意 未來也有可能被倒閣 那前柯文哲的幕僚則表示說 這可能會是柯文哲個人的意識跟主張嗎 但是民眾黨是黨團 那黨部向東場西場分權 那爭奪發話權話語權到底是誰 是真正代表柯文哲呢 他說要打一個答問好了 那沈富雄說現在他覺得說 柯文哲選前選後的態度 他覺得不太一樣 怎麼說呢 他說選後都在檢討別人 那此外呢他說這個選後才是真正的柯文哲 有一種呢非常有政治間的人跟他說 柯文哲第一大派系是誰 是柯媽媽 第二大派系是誰 是黃珊珊 第三大派系是柯文哲的老婆 所以其實他說 在柯文哲身邊就有三大派系了 那三大派系之外的人可能都不太重要 這是沈富雄所說的 那媒體人上一負責說 如果是游錫坤當選院長 那江啟臣恐怕就宣布不會選了 他說希望民眾黨不要算得太精 好這個是現在有這樣的聲音出現 那現在最大黨的這個國民黨的選舉 受到關注 而其中呢表態要選總召的賴士堡 今天率先登記 那全黨上下動起來 包括韓國瑜在臉書上也發文說 建議也是樂於支持國會的改革 那至於民眾黨呢 不分距離為當選黃珊珊表示說 我們還要看國會改革之外 他們還有什麼其他想法 總召的喔 這個是選舉公約 搶頭下立委的世保 率先登記要參選國民黨團總召 讓黨內立委一片呼聲力挺 這是好彩頭 就提出很多寶貴的這個意識攻防的意見 所以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所以當然帶領我們是眾望所歸的 動算 藍營從上到下動起來 甚至不只黨團總召有進度 眼前關鍵立法院政府院長選舉在即 韓國瑜也在臉書發文積極拉攏在野 他強調之前日子聽到許多對於國會改革的建言 可惜之前未被重視沒有落實 而藍營樂於支持共同合作修法 再造完善的國會 向民眾黨遞出橄欖枝 四大改革主張 現在各黨都有提出相關的意見 那我一樣的 同樣的也是應該是看他們對於他身為 將來要擔任國會議長跟副議長 他們對於除了國會改革之外 他們還有什麼其他的想法 藍白有共識要推國會改革 伯利院正副院長這一局 傳出民眾黨可能院長投綠營 副院長投藍營 或是把洗立委各自表態 但黃珊珊也出面駁斥謠言 我想第一個我們都還沒有開黨團會議 不知道是哪裡可以傳出來這種說法 我覺得不要以而傳而 台灣民眾黨會有自己的主體性 也會做出自己的決定 那也不需要來分化 也不需要來挑撥 所以我們會在我們開黨團會議 然後也會內部有共識決 然後團進團出 雖然他的國會息事不過半 可是只要投給游許坤 其他不管什麼案子怎麼講 怎麼說監督 他們給 如今民眾黨出不定調團進團出 只是最終要挺誰 還得等26號民眾黨團開會 才有最後解答 借黃珊瑋陳欣怡台北採訪報導 接下來五件新聞互動時間來了 請大家摸著自己的左胸口 摸著自己的良心 來我們來投票了 今天應該說今年這次的選舉 如果因為有工作或其他因素 你沒有辦法返回戶籍地投票的朋友 請幫我寫一 如果你風雨無阻都有去投票 請選二 我們想知道有哪些朋友無法回去投票的 如果是的話請幫我選一 我們來看看新聞 我們會提不在籍投票吧 全台是異地工作的人口 以及在海外求學的學生 符合不在籍投票資格人口 是在190萬到200萬的人數 所以你就知道 我們沒有不在籍投票 影響多少我們合格的選民 他投票的權利 一個政府怎麼會如此的怠惰 或如此的狂妄 去剝奪人民投票的權利呢 這一次金門地區的投票率 在總統當選部分大概是36% 蔡立委選舉部分大概也是30幾% 相當的低 要當天回去的話 事實上一天的班機 這個運能就只有那麼多 所以每一年的 每一次的這樣大選 我們金門的投票率都沒有辦法 大概都 如果人到市城就是相當的高 那事實上 無形中事實上就是剝奪了 我們金門人的公民權 民進黨政府八年來 包括他過去在營 他都百般阻擾 不在籍投票 為什麼他政治考量 他第一個想到 哎呀不在籍投票不得了 那些泰商基本上不會投他 票少了多少 第二批人 第二批那掛的 那掛的是什麼 軍公教 軍公教他認為不是他的票 不是他的菜 讓大家周車勞頓 就是為了他要取得 用這個手段 要取得他的政權 他就想說 這些人不在籍投票 他不會偷我啊 八年來 完全執政 完全壓霸 說要提升投票率 全民參與 你這假啊 來白銀的路線會是什麼呢 民眾黨未來會怎麼走呢 目前傳出喔 是希望找蔡壁如回 來黨中央 來擔任中央委員 那麼外界質疑就說 蔡壁如回歸之後 到底會不會跟黃珊珊 可能兩個人有些內鬥呢 市議員張斯剛就分析了 蔡壁如走的路線是合作派 而黃珊走的是獨立派 張昌認為 現階段的路線選擇 可能會是民眾黨最頭痛的問題 我們來聽聽 他怎麼說 蔡壁如跟黃珊珊兩個的那個看法 其實基本上就兩條不同路線 就不同路線 蔡壁如很顯然 在正式選舉裡面 跟其他跟國民黨合作 合作得很愉快 合作無堅 所以在某個程度上 他可以視為一個合作派 合作派 那黃珊珊視為一個獨立派 就獨走 我就自己自己走這一派 那誰是誰非 坦白說 現在沒有答案喔 現在沒有答案 也許合的人覺得說 你看今天的情況 如果合的話 大家不是很開心嗎 準備520上任 但是想要走獨立派 還好沒合 我們自己還保有一個力量 所以對於民眾黨內部來說 我認為這沒有答案 而且沒有人去可以預知到 合的情況會怎樣 所以民眾黨內部 這類的爭執 我認為會一直走下去 一直會走下去 就是走下去就是說 他到底要跟藍合 還是自己走 還是某些程度上跟綠合 所以我認為在路線的選擇上面 是未來民眾黨最頭痛的一個問題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嗯 一點點兒 sym事選擇 幾個人 真心 小福